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文洛在一同变化捕捉他们的轨迹 与他们共同演变 他暗自惊叹 捉风的前显果然了得 将密法运在自然变化中 烙印在整座捉风上 实在是奇违无比 它像是抽丝剥剑一般 分辨于捕捉 将点点滴滴纳于心海中 这就是他所要的九密之一的传承 叶凡一动不动 与天地相容 与捉风合一 永自然洗礼 仿若化成了捉风上的一块石 一株草 一条藤 将那点点滴滴 无尽神韵 全部烙印在心间 最终 寂静的捉风上 一切景物都在他眼前消失了 只剩下一颗种子与一片泥土 它如一缕轻柔的风浮动而过 自然的种子在地下破土而出 焕发出一抹绿意 它心神宁静 古井无波 最终化成几滴水珠 洒落而下 滋润进泥土中 它的心神 像是与这颗种子彻底合一了 成为了那抹生机勃勃的绿意 灼山之上 一片鳄蜜 一株绿芽 焕发出无限的升级 成为了天地间的唯一 动的一声 叶凡心中一阵 双目恢复了清明 九蜜之一化成种子 烙印进它的心田 破土而出 成为了永恒的生机 孕育在自然中的无上秘术 被它彻底得到 再看捉风 山还是那山 水还是那水 草木还是那草木 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一如过去 它如一朵流动的云 它似一道浮动的风 身心空灵 无上秘法在心田浮现 如涓涓细流 流淌而过 叶凡并没有得到 捉风的根本心法 但是收获了 九蜜之一 足矣 半日后 李若鱼行转 长生而起 整个人极其飘渺 显得无比的虚无 与遥远 像是立身在云端 隔着一片星空 沾染着历史的尘埃 不过很快便发生了变化 云雾散尽 它变得普通了起来 像是乡村中的平凡老者 没有一点出奇之处 此刻 捉风下早已聚满了人 不过却没有一人擅闯 更无一人飞临高天 全都在山下静静的等候 绝大多数人 都是为投尸而来 想要加入捉风这一脉 此时 再也没有一人敢轻视捉风 再也没有一人敢将这里 当作荒山野岭 随意降临 绝大多数人 都是各作主风的杰出弟子 甚至有不少人 是各作主风风主的子嗣 李若鱼静静地立身在山上 没有看山下众人 望向叶凡 你是荒谷圣体 叶凡心中震动 对方没有接触他的苦海 怎会看透了他的体质呢 黄骨圣体 果然不凡 金色的苦海 交织有雷电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李若鱼平静地到来 但听在叶凡耳中 却如石破天惊 他感觉 坠坠不安 不知道 对方还发现了什么秘密 绿铜款万万见不得光 万物母气与金书道经也非同寻常 不宜现实 你不用紧张 我没有恶意 像是看出了他的心绪 李若鱼满是皱纹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和善的笑意 叶凡觉得对方深不可测 得到捉风的真正传承后 更加难以揣托了 他开口问道 那前辈你是如何看出的 方才 你和我皆与捉风合一 大道流转 自然可感知 荒谷圣体 非同寻常 若有意掩盖 苦海寂静 几乎不可看透 不久前 捉风传承开启 自然大道流转 两人身在其中 叶凡猜想 或许真是如此 周身契机外放 被对方感知到了 我还请前辈 帮我保守秘密 叶凡不知老人 对他将是何种态度 虽然之前很和睦 但毕竟相处时间很短 并没有真正的了解 你大可放心 事实上 到了现在 荒谷圣体被发现 也没有什么 当今之事 人们在意的只是 东荒神体 不过 若是被人知晓 叶凡可毫无阻碍的修行 那就麻烦大了 不简单啊 将荒谷圣体 修炼到神桥境界 很是不易 李若鱼点了点头 叶凡心中坠坠 这才是他担心的根本所在 拥有荒谷圣体 修行却如此顺利 若被人知晓 定会探究 他觉得这个老人 看出了更多的东西 现在 对方如捉风一般 看似普通 但却高深莫测 尽量不要被圣地 与荒谷世家知晓 李若鱼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们 叶凡听闻此话 心中凌然 圣地与荒谷世家 传承自荒谷时代 肯定了解很多秘密 不须过于忧虑 岁月流逝 圣体已废 自荒谷时代 传承下来的大势力 也不是多么在意了 世人遗忘了这种体质 昔日 荒谷圣体 灌谷要事 如今纵有人知 也是明白 圣体不能修行了 前辈可知 到底是什么原因 圣体不适合修行了 究竟为何如此 时间太久远了 很难有人名晓 李若鱼看向 叶凡 荒谷圣体 也不见得会阻你前进 世间一切都有缘法 叶凡文言点头 事实上 他根本没有被阻修行 自踏上先路以来 一直都很顺利 只要你坚信可以修行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我的体质很平凡于普通 但我一直在坚持 终究有所成了 恭喜前辈 得到捉风传承 修为大计 也凡上前恭贺 修行需要脚踏实地 不是得到强大的传承 就可以精进的 再深奥的悬法 也要靠人去悟 李若鱼像是在指点叶凡 昔年 我茫然无知 蹉跎岁月 在此修行数十余年 才如梦方行 感悟到了捉风的真意 依照老人所说 最近百年来 他才心中宁静 鉴与捉风合一 体悟到了前贤的心境 感悟到了捉风之道 在没有得到传承前 除去那种无上秘术外 他已经体会到了 前人留下的种种庙地 与捉风相容相合 揣摩到了自然大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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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